Boss可以去游乐园了 但是一定要选择标记和潜伏 这个游乐园实在是太大了 只有选择标记和潜伏 才可以轻轻松松抓到那些小可爱 来吧 我们先潜伏一下 嘿嘿 变成一个小鹦鹉 来来来 走路 来 看看他们藏在哪里 等一下我们就方便找了 出门以后 看 那两个小家伙他们藏在那边了 这个小家伙在这边 走走走 追上他们 嘿嘿嘿 我在观察他们 看看他们藏在哪里 要不我们就先抓那个小胖子怎么样 我刚刚看那小女孩丸子头 他们都躲在这里了 原来他们都躲在这里了 嘿嘿 走吧 我们就去那个地方去找他们 刚刚我知道他们躲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来这个地方看一看 奇怪 应该就在这 来 看一看 赶快给我出来吧 小可爱 嘿嘿 抓到你咯 看看是谁 哇 原来是红头发的小女孩 这次我们要抓拿钥匙最多的这个人 拿了四把钥匙 哇 快看 这个地方比较大 我觉得比那个城堡的那个地方要大多了 我们再看了一下监控 做个标记吧 这次我们要使用标记来抓他们 快看 那个标记在那边闪 所以我们去那边找 绝对没错 嘿嘿嘿 小可爱 我马上就来抓到你了 诶 是这儿 在这儿 对 就是这儿 快搜搜搜搜 哈哈 又抓到一个 来来来 先看看这边的监控 看看他们有没有藏在这里 诶 丸子头 我发现丸子头了 还有小胖子 他们在这儿 我们来看看他们会藏在哪里 小丸子头往这边跑了 游乐园大门的这边 小胖子跑这边来了 这个戴眼镜的也跑到游乐园大门那边了 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应该先去这个地方抓小胖子 再去那个地方抓那个小眼镜 游乐园的大门在这边 刚刚我看丸子头跑到这里来了 它藏到这里了吗 不对 不对 小眼镜可能藏在这里了 所以我们来这边找找 诶 我觉得应该在这里 来找一找 嘿嘿嘿 太棒了 抓住它了 我们再来抓最后一个小可爱 看看这边的监控 哇 这里的监控可真多呀 诶 小丸子头 小胖子 在这里呢 他们两个会躲到哪里去呢 我一定要抓住那只小胖子 我们来看一看 它会躲在哪里 找找找找 快看 这个地方露红光 它躲在这里了 嘿嘿 小胖子赶快给我出来吧 啦啦啦啦 最后一个把你给抓走 来吧来吧 跟我上储藏室去